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科典迪士尼 这次我们再看一条这个有关二叉数的算法题 题目是这样的 给定一颗二叉数的时候 同时给定二叉数中的任意两个节点 那么同时这个二叉数呢 每一个节点会有一个指针同心指回到它的副节点 但是在这里面这个图呢 我们有把它画出来 大家只要知道有每一个节点 有一个指针重心指回它的副节点 就可以了 记住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也就是说节点六 它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节点 有一个指针重心指回它的副节点314 节点七也重新有一个副节点 重新指回它的副节点314 节点二呢 也有一个副指针重心指回它的副节点7 节点561呢 也同样有一个副指针重心指上它的副节点六 有没有画出来 因为如果画出来的话 这里面这个线交叉的太厉害 看起来会很难受 那么题目是这样的 假定给定这个二叉数中的两个任意两个节点 那么要求呢 我你找出这两个节点最近的一个副节点 那么举个例子啊 在这里面我们给定一个节点是401 另一个节点是29 然后大家看一下往上走401和29他最近的这个贯节点呢是这个节点7大家看那如果给定的是401和257那么他们两个节点的最近的贯节点就是他们的直接贯节点1如果给定的是17和这个641那么回来看的话他们共同的贯节点就是314OK所以就是你需要给出一个这个算法 那么算法的空间复杂度必须是O1时间复杂度必须是这个OH H就是二叉数的高 H就是二叉数的高也就是时间复杂度是这个二叉数的高 OK这就是这个题目 那么假定给定的点是401和29的话 你如何找到这个他们的最近贯节点17呢 是这样一个并且你必须要满足这个时间复杂度是OH 好那么这道题呢对我来说是很有这个意义的 因为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我曾经去这个微软亚洲工程院去面试 那么一天面了六个人也就是大概面了六七个小时 那么面完到最后一轮的时候进入到最终boss的时候呢 他还在去面我这个算法题 那么最终boss面我的算法题恰巧就是这道题 所以这道题是一套来自这个微软的面试题 那么当把这道题解决完了之后呢 晚上回去的时候就收到了这个微软发告我邮箱里面的offer 那么当时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那一年实际上是在08年以前 那么08年以前很多这个谷歌啊什么阿里啊 这个百度啊他们当时还没有崛起 所以那时候的微软是如日中天的能够去微软的话 当时的收入啊和这个社会地位啊都很高 所以当时得到这个offer还是这个很高兴的 OK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比如说找给你401和29这两个节点之后如何通过这个负节点 就是这个7呢首先是这样的他这个算法分三步走 第一步呢先观察啊先去判断这个每一个节点的高度 怎么看呢由于我每一个节点都有一个指向负节点 所以我从401出发逆着往回走由401走到1 然后走到2走到7走到最顶的这个跟节点314 那么走看走多少步通过这个步数呢计算得到当前节点的高度 比如说节点401通过他的负指针走回1 再通过负指针走回2再通过负指针走回7 再通过负指针走回这个负节点314 这样的话得到这个节点401的高度是4 同理呢这个29往回走走到的是278 走回的是7走回再往前走是这个314 这样的话得到这个节点的高度29的高度是这个3 那么紧接着得到高度之后找到高度较大的这一个节点是401 然后往回退退到这个高度以高度较小这个一致为止 那么高度较小的节点是29它的高度是3 高度较大的是节点是401 那么它的高度是4 高度4的话那么要回退的话 只要回退一层 把它的高度变为3就可以了 所以这时节点401呢往回退一层 退到节点1 这样的话它的高度就是3 这个高度呢跟这个节点高度29就一样了 那么把这两个节点的高度退回一样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下面的这个流程 首先呢这个节点往上走一步 也就是401回到这个负节点1之后 两个节点的高度一致之后 节点1呢往上走一步走到2 节点29再往上走一步走到278 然后判断一下这两个节点是否重合 如果重合的话 那么它这两个节点的负节点就找到了 如果不重合的话继续往上走 那么1回到一步是2 29回到一步是278 278再往上走一步是7 这个2再往上走一步是7 这时候它两者就这个重合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共同的 最低的共同负节点就是7 那么这样的话它这个第二步就很重要 也就是我要把这个401回到一步 使得它的高度跟29一样 这一步是很重要 要不然第三步着次往 要不然走第三步的时候 也就是每一次往回到一步 然后判断是否重合的时候 如果是你直接从401开始 直接从29开始 然后这个29回到一步 401回到一步 那么这样子判断的话是很难 是无法判断 这个两个节点能否重合的 所以第二步很重要 那么把这个高度 高的这个节点呢 往回退 退回到这个高度 跟另一个节点的高度 一致的地方 然后再分别着次往回退一步 每回退一步呢 就判断一次 判断一次 看它们两个节点 是不是重合 这样的话 就能找到它们的最近负节点 OK我们的这个说法步骤是这样 那么首先呢就是第一步呢 就是先找到两个点的高度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 节点401的高度是4 啊 节点29的高度是3 然后从高度大的节点出发 先通过负指针往上走 一直走到高度 与另一个高度较小的节点 它的高度一样为止 那么也就是401往回走 走一步走到负节点1 这时负节点1的高度 与节点29的高度是一样的 都是3 然后第三步 两个节点分别往上走一步 然后判断是否重合 那么如果重合 那么这个重合的点 就是原来两个节点的最近负节点 如果不重合呢 就一直重复这个步骤3 一直走到重合为止 那么从任意两个点开始 那么像我们这个算法 刚才这么做的话 一定是能够找到一个负节点的 比如说最后这个跟节点呢 一定是他们的这个负节点 那么由于他们两个 每一步往回退的时候呢 必须要求两个节点的高度 都一致的时候 所以两个相同高度的节点 每回退一步呢 就判断一次 所以他们肯定能够同时抵达 一个同一个节点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算法的正确性 是有保障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这个算法的这个复杂度 那么算法的复杂度 主要是第一 只要是主要是执行第一个步骤的时候 首先我们通过这个节点 往回退 一直找到这个根节点 那么这个回退所需要的这个 时间复杂度呢 就是这个二叉数的高 大家看 往回退的时候走最多的步骤 就是最低的这个节点 那么最低的节点是641 那么他回退走的步骤 恰巧就是这个二叉数的高 所以走第一步的时候 他我们的这个二叉数的高度呢 走第一步的时候所需的时间复杂度呢 就是二叉数的高度 那么走第二步的时候呢 走第二步的时候呢 也就是节点小的往回退 节点高度大的节点往回退 退到节点小的高度小的节点一样 那么这个回退呢 最多也是回退这个二叉数的高度 第三步两者 两个节点开始 每回退一步 然后就判断是否重合 那么第三步的回退呢 最多也是回退这个二叉数的高度 所以从这个算法复杂度来看 我们在这个算法执行过程中 没有分配新的绝点 但所以我们整个算法的空间复杂度是O1 那么整个算法执行过程中 它最多的这个时间复杂度是OH 所以整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是符合这个要求是OH的 OK 这就是这个算法的这个解释 那么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那么在代码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有这里面的改动是这样的 第一呢 我们需要改动的是这个B3Builder 这个B3Builder呢 实际上是上一节也讲过的 根据节点访问的两个次序去构造这个二叉数 在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修改 这个节点多加了一个指针 每生存一个节点的时候 这个指节点会用这个parent指针指向它的复节点 所以在这个train node 对这个train node类里面 这个train node类里面 我们加了一个parent指针指向它的复节点 在这个二叉数在构建的时候呢 就用这个当前节点的复节点 复指针指向它的复节点就可以了 就这么一个小点的改动在这里面 这个set node呢 加了一个这个函数叫set node set node呢 实际上呢 我们主要是把这个401和29这两个节点给找到 那么大家可以任意找 二叉数中的任意两个节点都可以了 我这里找401和29 只是为了一个举一个例子 以便我们这个程序可以运行 好 在这个b3标的里面就做了一个这个改动 然后这个low is common ancestor呢 找这个类呢 就是去执行我们刚才所说的算法 也就是找两个节点的这个 这个最小的这个 最小的这个最高度最低的这个 高度最近的这个这个复节点 这个final hay呢 就是找每一个节点的高度 执行的是第一步 那么retrade by hay呢 就是把这个节点往回退 给回退指定的步骤 是执行的是第二步 那么这个traceback呢 实际上执行的是节点的第三步 大家看给定两个节点之后 我每次回退一步 然后再看是否重合 重合的话把这个节点给返回 那么最后这个getlca呢 实际上就执行整个算法 首先呢 找到两个给定节点的高度 然后把高度大的往回退 给定的这个步骤 那么回退完了之后呢 这个节点呢 这个节点会变成以另一个节点高度一致的节点 最后呢 再通过这个traceback呢 一步一步的往回退 一直找到他们这个首次重合的节点为止 OK 这就是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直线 最后 这个这里面 再看一下这个入口处的代码 我们入口处的代码呢 还是给定原来这个二叉数 然后把它构建起来 构建好这个二叉数之后 把这个401和29这两个节点呢 给我们这个刚才描述了这个lois,ancestor这个类 最后要用这个getlca lca就是lois,ancestor的这个缩写 然后得到这两个节点的最近共同主线 最后把这个直接给打印出来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调试流程 好 好 大家看第一次我们找的时候是找两个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去 我们去找两个这个点的这个 找这两个给定节点的高度 大家看这里面呢 一进来找的时候呢 找到了高度 这个节点是 大家看这个节点的值是三叶 我们再来一次吧 这里 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再来看一下稍微的慢 我们再来看一下稍微的慢 啊 一样的 大家看 这里面呢 我们先找一个这个高度 大家看 返回这个高度值呢 是 4 4意味着是这个节点401 距离这个 距离这个负节点314的高度 大家看 401 1234 所以这个高度4呢 是节点401的这个高度 OK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 接着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节点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节点的高度 第二个节点给定的是这个 29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29之后 通过这个计算呢 我们实行这个final hit呢 找到了高度 大家看这个29的高度是3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 那么这样的话 由于第一个节点的高度 比第二个节点大 所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 Return by hit 这一个函数 我们继续看一下 那么Return by hit的话 这时候我们这个节点是 这个左 第一个节点是401 那么他要回退多少步呢 回退的是1步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往回退 好 回退 通过他的这个Parent 指针往回退 那么此时呢 退到的这个节点呢 是1 大家看 节点值是1 那么这个401 回退一步的时候 就回到了它的负节点1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它这个 一步一步的往回走 好 这时候他需要一步一步的往回走 那么此时 结点N1呢 是结点值是1 大家看 N1的结点值是这个 然后N2的结点值呢 正好就是29 结点值正好是29 这时候呢 结点1回退一步 往回走一步 然后这个29呢 也往回走一步 往回走一步 1往回走一步之后 走到的是2 29往回走一步之后 走到的是278 然后判断这两个是否重合 在这里面 我们在Y里面判断它是否重合 大家看发现它并不重合 所以我们继续往上走 大家看这个N1的结点呢 N1的结点值是2 走到这里是2 然后这个N2的结点值呢 看一下 N2的结点值是278 所以它们两个不重合 然后结点2呢 往上再走一步 走到上一步 然后这个278 也往上走一步 OK 往上走一步之后 278往上走一步是7 2往上走一步是7 这时候它这两个点呢 就重合了 这时候我们再判断一下 OK 它是重合了 重合了这个点呢 我们就反过来就行了 大家看一下 重合了这一点 恰好是7 它的值恰好是7 大家看 它的值恰好是7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节点7给反还 最后呢 把它给打印出来 大家看 这两个节点401和29 它的最低构同指线呢 是7 大家看这个是7 大家看这个是7 那么这样说来呢 我们这个算法的实现呢 是正确的 OK 大家拿到算法的时候 可以逐步调试去看一看 根据这个调试呢 以便理解这个算法的步骤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这是一道这个微软给的算法题 而且是我亲自做过的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 值得大家注意一下 说不定里面是微软的时候 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题 也说不定的 最后呢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 这里面可以及时的获得我相关的 这个发出来的技术资料 OK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Coding第四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第四名